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我妈妈妈的 她喜欢的 一个赘子 她所喜欢的一个赘子 她已经是说是什么 她说这是蓝宝 她说这是 二十克拉 哇 二十克拉 没有啦 十 十几克拉 十几克拉左右 这个颜色是 蓝宝没错 而且这个是星石 只是没有星 是星石 又没有星 没有星的原因 因为它在切割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切到 那个结晶的反射的区块 所以它就没有星了 我还以为这个很贵 还没有一件 不一定 说不定真的很贵 这个宝石 就是你 第一 它的颜色很漂亮 第二 它直光很亮 它Bling Bling的 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永恒的 它不会变直什么的 但是最重要的 它是要漂亮 对不对 乌姬黑的可能就 这个价格是就比较不高 好 我们还是要来建架 来 好不好 来 感觉这个有点吓人 不妙 请建架 我妈要哭了 这个就比较 比较惊讶了 但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漂亮了 这虽然不是 这个红宝还不错 不是我们传统的鸽血红 但是这个颜色倒挺美的 是吗 你看看 阿光现在也会变成鸽血红了 别这样 是 这是一个红宝石 看起来很漂亮 满美的 满美的 但是带粉红 看看它里面怎么样 这是一颗天然红宝石 好妈妈的吗 先恭喜一下好不好 是 是妈妈的 先恭喜一下 因为很多红宝石都是假的 所以红宝石是真的 但这也是我跟我妈妈A的 因为这个红的原因是 因为我去算命 那这个算命老师说 因为我是艺人 那艺人其实身上就要有带 像刚刚这个是 例如说贵妇 可能就是要有贵气 然后那个老师就是说 因为我们当艺人的 就是需要有这个桃花 或是需要有一些 比较是 例如说可能需要我们穿 就红色 身上带点红色 或是桃红色 或是之类的东西 比较喜气 对 是帮助就是吸引 就是观众朋友喜欢你的 对 就是演艺事业 艺人 所以他就说身上最好带个 红色或是桃红色的东西 对 那我就也去跟我妈A了 那我想说这一颗就是 比较偏没有那么红 然后又有点桃红 然后我就选 就是有点比较桃红色的 红宝这样 好 是 很漂亮 这个红宝石它没有磕面 它是带面 那没有磕面的原因 就是它的可能透度不好 但是颜色很漂亮 好 我们来见价 可以评估一下 来 看有没有A队 好 请见价 我好会挑一纸 很漂亮的红宝石 很漂亮的红宝石 是 好 谢谢温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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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